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牛骨杂菜浓汤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可能有朋友会问你要不要放土豆会更浓一点 但是我觉得那种浓汤的味道和这个还是不一样吧 我更喜欢这样子的 我们先来把洋葱都切成大块 这个杂菜汤里的所有的菜都切得比较大块一点 芹菜从中间抛开 把它切成段 胡萝卜洗干净去皮 把它切成这种滚刀块 可以留一小节,等会做装饰用 凉水下牛骨 大火把它烧开 然后用锅里的水尽量的洗刷干净上头的血沫 这样等会最后炖出来的汤才会比较干净,比较轻 把穿过水的牛骨放在一个瓦罐里 如果你不用瓦罐的话,用不锈钢锅也可以 加入洗干净的红枣 加入所有的配菜,你可以尽量把那些缝隙填满一点 加开水,这个很重要不能加凉水 然后加入大概两汤勺左右的黄酒 大火烧开以后小火炖煮一个半小时左右 炖汤的时候我们用胡萝卜来做一点小装饰 我也没有什么工具,就这样简单的 用带锯齿的小刀在胡萝卜上挖出一个小槽 多挖几道 从侧面切开来看上去就像花儿一样 这个特别简单吧 芹菜也切一点芹菜条来准备做装饰 这个选嫩一点的 这样我们就准备好了装饰用的芹菜和胡萝卜 牛骨汤在炖煮的过程中你可以打开盖子 继续把这些浮沫取出来,用一个小网就可以 等到牛骨上的肉都酥烂了,汤就好了 你可以用筷子扎一下试一试 加进做装饰用的胡萝卜花 还有芹菜烫煮2-3分钟 最后按自己的口味加一点盐 这样我们的牛骨炸菜浓汤就做好了 这个味儿浓浓的 煮烂的芹菜胡萝卜和洋葱 如果你愿意吃的话也可以吃 如果你不愿意吃的话可以把它们拿出来 加一点香菜 既可以做装饰又可以调味道 这个牛骨汤的特色就是因为熬得很久 浓浓的牛骨的纯香味 芹菜胡萝卜还有洋葱都可以解腻 喝起来既有浓郁的味道又很爽口 加上有一点点红枣的香味特别的好喝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